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镜叫阿米的阿米跨镜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镜这张背后的案例商机 记得更多的分析的案例的文稿内容 登陆我们的官网去搜索更多的案例商机分析 那今天是2022年的3月23号了 这个3月份马上过来了 前两天刚刚这个春分起来了 下了一场非常宝贵的春雨 春雨跪于头 然后有朋友就问了我一个事情说 阿米,这次的315不是出现了很多这种 这个行业的事情吗 为什么你们跨镜出发电商 就没有这种跨镜315打假啊 打黑铲啊 我说这个是不能说的密啊 他说不是啊,不能说的秘密也能讲啊 你又没有要你去说去 去这个叫翻桌子的这种 这种叫揭秘的吧 但是行业里面还是很多问题讲的 比如说你们跨镜一张天天讲的黑科技 天天讲的这种大神 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个不能说的秘密 跨镜电商的黑灰铲 背后满天飞的大神 黑灰铲指的是电信诈骗 钓鱼网站 木马病毒 黑客勒索等利用网络 开展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 稍有不同的是 黑铲指的是直接触犯国家法律的网络犯罪 灰铲则是游走在法律边缘 往往为黑铲提供辅助的争议行为 2021年 公安部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深化推进 净往2021专项行动 发起了断黑卡 断黑号 断黑线路 断黑设备的四段行动 动态研究网络违法犯罪趋势 深入剖析网络违法犯罪特点 严厉打击网络赌博 网络黑客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活动 持续强化网络空间秩序治理 营造安全 清朗 有序的网络环境 同年12月22日 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 打击流量造假 黑公关 网络水军专项行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升级 新型网络犯罪形势层出不穷 黑灰产呈现出了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 我国黑灰产 已经形成了一个年产值达千亿元级别 从业人员超过150万人的庞大 黑金第一列 从暗扣花费 广告流量变现 手机应用分发 到木马刷量 勒索病毒 控制 肉机 挖矿 黑灰产 形式五花八门 而薅羊毛是其重要盈利模式之一 好 回到我们所说的不能说的秘密 这个跨境电商的黑灰产 应该说准确的说 应该先自从互联网诞生 它就有这个黑灰产 那像这些年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多年的互联网 无论是当年的这种硬件的入侵 软件的入侵 到今天这种手机 到这种刷卡 这种叫刷单 刷屏 控屏 对吧 水军 包括饭圈等等等等 现在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种黑产灰产 早已经是泛滥成灾 不能说的秘密其实早期是公开的秘密了 像我们的手机 是吧 天天被人骚扰 这也是黑产灰产的一种 而在这个电商里面 包括刷单 刷屏 控屏 早期的这个很多的手机 对吧 后面的话 都开始就用这种机器 是吧 虚拟机 这种猫瓷 对吧 这个瓷说起来很很特别 猫瓷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猫 我当时听到瓷子我还蒙了 什么是猫瓷 是讲猫瓷的瓷吗 然后后面开始就用云 公有云 做一个VPN 用VPS 包括电商运营商 虚拟电商运营商 等等等等 各种各东西 做了很多神奇的东西出来 那包括这个在直播上来就 直播里面还出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笑话 就是刷单 对吧 这个刷屏 对吧 刷粉 这个工程号刷粉 对吧 这个视频号造假等等等等 太多太多的东西了 然后在今年的三月头呢 最高法呢 出了一个关于这种一些网络的这个数据 里面提到刷单 刷法 刷评是不被认可的 也是一些违法的行为 而这个跨界电商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 去进一步融入全球的电商业零售 以及全球到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提说 而黑灰产就在跨界电商所兴起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神